妈 走了 他们送凤冠侠配了 五十三刻就要把我女儿扔下河里了 官人 你求救我们吧 官人 我去县府 姑娘你放心 你没事的 多谢 我也去 日清 你是很聪明的 我周日清什么都能办得到 好 五十三刻就由你去见河神 我去见河神 启禀大老爷 外边有个高天刺求见 找我干什么 他说是二姨太的表亲 表亲 你哪个表亲的 我的亲戚可就多了 不知道是哪一个 快点请他进来 请 你是哪人呢 刘雍门声高天赐 是刘相国的门声啊 阁下现在的官位是 官职一品 五省巡岸 你看是不是 我说我的亲戚个个都是有来头的 请坐 五省巡岸 我都不记得你是我的表亲还是遗亲 我是你的远房表叔 表叔就不像 是 我说像我的表哥倒很合适 表哥 请坐 请坐 这坐 请坐 来人呢 倒茶拿烟 老爷 老爷 现在我表叔在这儿 你有什么要他帮忙的 就尽管开口 他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有什么好 老欺负我 还出去行话万里 都不理我的 表叔 你说我该怎么做 哪里有 如果你想升官呢 就一定要对他好 一定一定 你看看 秦龙御印 如果你想升官 只要我写在上面 你就可以做什么官了 真的 等一等 现在还不能够交给你 我一定要知道 你对他好 我才能交给你 一定 明罗 成后 摩神到 摩神临近 有请法师 摩神临近 快点 起床 拒绝 前面 自己的 金家 你看着 一会儿法师就变成和神了 吉吉如历历历历和神显灵 明年六月初六再来敬我 敦命 这个审美真有那么大的本事 是 他说他时常到和神府去 经常跟和神见面 连法师也是和神的贵宾 五十三刻到 宋新娘下准 我不要 等一下 来我一下 他不可以做和神的妻子 秦家 你别那么多事了 他不是一个少女 更不是一个女人 秦家 官员 你不要骚扰我们的法事 你是审美 你有权过去检验他一下 他不是一个女人 你过去检查他一下吧 也就验了 你是不是苏明珠 当然是了 不要这样 他是个男人 男人 各位乡亲 我们不能亵渎神明 我们要向和神表达 要请和神改妻迎亲 不行 不行 和神责的是良辰吉日 如果改妻恐有灾害 大家 做官要轻 为人要正 我们不能够 你男异女颠倒人伦 不如我们大家请神媒 向和神去说句好话 是啊 男女颠倒 对不对 不行 我不能和和神见面的 你不是说过可以跟和神谈天的吗 这次只有麻烦你到和神府去一趟了 我不去 对 为了大家 请你走一趟 我不去 走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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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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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能走啊 你法力无边 神媒不会让你走的 我们不如在这静候神媒的佳音吧 坐坐 好好好 谢谢你们两个帮我借给他了 来来来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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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跟他一块儿抄下去 如果你不去那怎么行呢 如果你不去那怎么行啊 连县官大老爷都下不了台了 是啊 慢点 那我不会有水啊 那是你的事啊 你不会有水 那我怎么样 不行 好 来 各位乡亲 你们看 这个就是证据 大人 上来 帮他 殺人 圣上御旨 领旨 来人 拿出去打 大人 为什么 饶命啊 快点军功 你怎么不鞠躬啊 快点 鞠躬 来 鞠躬 鞠躬 听见没有 鞠躬 老兄啊 为什么那些人出入那个牌坊都要鞠躬呢 你没看见牌坊两边的高脚牌吗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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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要那么做的 当地有位铁骑大将军 他曾经跟随清士组南征北战 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老兄啊 我明白了 先皇为了将军的战绩功勋 所以赏赐他出宫入境